大家好,又回到我們眸向編輯部 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鎮別師,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大家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眸向正向曬冷氣,點讚,分享和訂閱 亦都希望你留下設性的留言 今次我們就說一下這個德國,當然是歐盟第一大國的財長 他就被中方臨時探中的俗稱,即是突然之間取消了他的訪話 德國媒體就說北京臨時取消了聯邦財政部長林德納的訪問 林德納會在節目出街時,星期三在中國首都北京 就跟中國財政部長劉昆等等會吾 與此同時,這個中國外長 這個星期,都是會訪得的 很搞笑 德國媒體就說,你們好矛盾 是不是中國政府向德國聯邦政府其中的執政黨 自民黨發出信號呢? 他們就說一場籌備已久的會談 因為中方的 原因就是時間 排不開 而取消 令人猜測,是不是另有 意圖和原因呢? 中方給出來的 理由就是 很牽強 但是都是你們猜測的 中方也是說 安排不了,可能真的安排不了 現在這個時間很敏感 有任何的改動 很多人會作出各種各樣的揣測 因為加拿大驅逐了中國大使館的一位工作人員 他們就說其中一個原因可能就是 很多寸七 很多寸七,一定的 可能是什麼呢? 可能就是林德納同屬的自民黨 教育部長 雅清格3月底 去台灣地區 3月底,現在5月,這麼遲才有反應 就說這是德國政府成員超過25年來首次訪問 台灣地區訪問,應該全台才對 最搞笑的是 德國德納說 北京將台灣 視為他們領土部分 德國有沒有跟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當然有 為什麼說這些這麼無知? 不是你們跟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時候 就已經承認了台灣中國的部分嗎? 他們好像當沒有這件事 我會知道 當然當時 外交部發言汪文斌就說那次 是一惡劣行徑 亦說中方已經向德方提出抗議和表達強烈不滿 林德納 自己亦經常 對北京很多不滿 19年時時任自民黨 黨魁的他訪問了香港 他不但為這個基金揭幕 不是612 收工了 而且還與反對派代表會面 之後 他前往北京時 突然之間 中共高級代表 取消與他的會晤 但當時又是不同 當時你真的與反送中的人士見面 你餘下的會談亦不太舒服 現在才說 當然 究竟是怎樣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中方就說是安排不上時間 但你又不相信也沒有辦法 官方 你作出任何改動 就真的有很多揣測 沒有辦法 你之後怎樣出來解釋 他不是說cancel 推辭 說許別人真的不行 而且也是因為 自從加拿大 搞了單紙的事情出來之後 大家都是比較敏感 沒錯 沒錯 林德納說 本來這個星期就去北京 打算與財長劉坤見一見 亦為下個月的中德政府初商 會議奠定一些基礎 這是林德納首次以 德國聯邦 財政部長身份出訪北京 原來這個行程結束之後 他在11日 會去日本的 參加七國集團 財長和央行會議 林德納所屬的自民黨 就估計 又是估計 肯定在三月份 我的黨友也是教育部長去了 台灣 所以你才搞我 並且批評你突然之間 對我們很無禮 當然現在什麼都不知道 原因是什麼 不過 作為財長 我覺得你也要看看德國現在什麼狀況 德國其實 自從我的戰爭之後 經濟都一般 最新 今年德國的工業產量也是下滑 今年三月的工業產量下滑 全年的經濟形勢是不樂觀的 雖然減產是預料之中 但是 減幅之大 是超過了很多經濟學家的預測 其實這個也是大問題的 就令到德國經濟復甦 的期望蒙上了陰影 我們看看 最糟糕的經濟數字 接種而來 所以德國政府也有很多東西要拆 繼出口回落 以及 訂單減少 之後 其實德國又形容了不好的消息 今年三月 德國的工業產量 亦都出現了過去一年來最大的跌幅 聯邦統計處剛剛發佈的數據亦都顯示 工業、建築業以及能源 供給行業的產量 比上一個月是減了3.4% 分析師之前曾經做出三月份減產的預期只是 1.5% 現在是兩倍又多 因為一月、二月的增長很明顯 即是因為它一月太強 所以第一季度雖然三月是減產 所以其實第一季度都會有2.5%的產量增加 其實這也是德國工業界傳來的一個壞消息 其實為什麼這麼多壞消息呢 因為主要就是 沒有了俄羅斯的天然氣 其實這個困難是未克服的 它是克服了民眾過了冬 但是工業是要很依賴天然氣的 數據亦都證明了德國經濟衰退的風險是沒有 減少過的 作為歐洲第一大經濟體 今年 第一季度德國 和經濟衰退拆肩而過 繼去年的經濟回落之後 今年第一季度德國 國民生產總值 呈現停滯不前的狀態 如果國民經濟連續兩個季度下滑 就被認為是經濟衰退 德國經濟部 這個經濟部長也是難搞的 哈佩克 是六黨人士 對這麼厚幾句的經濟 他就很樂觀 他說 我們有積極的評估 積極評估不代表有積極的結果 你記住 評估而已 有專家就說 企業氣氛仍然不斷好轉 這是今年內經濟會進一步復甦的跡象 這個 德國的經濟專家 亦都說應該好 不過 來自商業銀行首席經濟師 他就說 我和大多數經濟學家不同 他就認為今年 德國經濟下半年 不會出現復甦 更可能 是GDP 總值會出現縮水的現象 他就說世界很多地方都是大大加息 會影響德國製造的需求 今年三月 工業領域的 產量環比是減少了 3.3% 德國經濟部就說 工業總產值下降主要是什麼 為什麼 這個行業的巨企 那麼多要去中國 那麼多是要 跟中國的官員見 就是 中國 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是什麼行業 就是德國的優勢行業 汽車 沒錯 那些人記得那些媒體說 走啦 大眾離開中國 怕什麼 你這麼大間公司 沒有啊 就是大間公司才想得多東西 才謹慎 老廁說沒事 你信他就X街 就是 買花生 是不是 賣花生拿來跟汽車業比 不是啦 又有一種 我們帶行業 走開了 原來 汽車業就糟糕了 今年三月 德國汽車行業的生產量環比下降了6.5% 機械製造業 德國也在中國投資很多機械製造業 也下降了3.4% 而高耗能行業的產出當然明顯下降 還有 德國也投資很多在中國 尤其是在站崗 化學工業 產出下降了2.0% 所以 工業產量下滑 也就是前一段時間 快速增長的經濟要做出調整 好像汽車工業那樣就是 對於整年來說 那麼後幾個月 生產可能持續下滑 建築業的跌幅也很強 就有4.6% 很正常 價值 大家新建房屋就少了 還有材料上漲、人工上漲 一系列的建築項目已經被叫停 不過 能源供給行業的產出 當然有提高 今年德國 工業面臨嚴峻考驗 利息水準普遍上揚對於投資計劃起到一個 很大影響 大家不敢借錢 要還款成本高 今年三月的新業務量 跌幅 跟新冠高峰期差不多 真的糟糕 真的糟糕 千元的數量跟上個月 下降了10.7% 對工業生產有利的消息就是 原材料和前期產品 供不應求的情況有所減緩 4月份工業企業 對供應 的這個 樽頸 的投訴 是連續 7個月 下降 只有大約39%的公司表示供給問題依然存在 這個已經在過去兩年來最低水平 當然作為財政部長 林立德 你也是 做一些正事 說真的 另外也有好消息 另一個好兄弟 就是 馬克龍 原來 想不到 法國的總統 是23年來 第一次訪得 不是吧 那麼冷漠嗎 好兄弟嗎 好像德國 的 記得上次 澤連斯基 在愛里社工 見了馬克龍和索爾茨 好像德國的政府人士比較喜歡去法蘭西 雖然都是鄰國 原來德國總統府 就宣佈 昨天 法國總統馬克龍在7月2日到4日對德國進行國事訪問 這個也是2000年以來法國國家元首首次 對德國進行國事訪問 真的猜不到 對呀,猜不到 我們之前也說過 其實這個歐盟的 不祥之少就是德法分化 猜不到 原來23年才去第一鑊 很少見 德國總統府就說這是一個特殊的標誌 標誌著幾十年來 我們兩個團結的國家的友誼 你說到這麼團結的 結果23年來才去一鑊 將會抱寫新的篇章 德國總統亦都說 不是總理,是總統府 通過這次國事訪問 法國總統馬克龍 在大高諾 和阿登納 1963年 我們說過 就是愛利社條約 愛利社條約就是德法 要大家看著歐洲 愛利社條約是 60周年 但是 23年才去一次 上次反而是索爾茨去了愛利社公 顯示我們兩個國家親密的友誼 他們也說法國總統馬克龍和德國總統斯泰恩 賣爾 將會一起 訪問德國幾個地區 從而特顯我們兩個國家 還有公民 特別是 我們德國和法國青年之間的獨特關係 當然 兩個地方邊境的人 大家也認識兩種語言 這個也很正常 在歐洲 法國總統府就說 這個是2000年以來 法國總統對德的首次國事訪問 那麼 愛利社公也引述了德國 總統府的聲明 我們 共和國總統 將會 有 一個榮譽 就是 訪問德國 這個榮譽標誌著 法德友誼 是 一個新階段 馬克龍的國事訪問 其實是巴黎和柏林之間一系列的問題 其實也有很多爭端 從核電 汽車二氧化碳排放 以及 和華盛頓的關係 其實說真的和華盛頓的關係 索爾茨 和馬克龍不會差那麼遠 但是他下面的貝爾伯克 哈貝克那些就麻煩了 控制不了 控制不了 因為他控制不了 這是很麻煩 聯合政府就是這件事不好 當然你說 互相制衡 也是這樣 也是對 亦是聯合政府 所謂貝爾伯克 亦是不敢暖差地說話的 他們也說 還有歐洲的防務問題 都有磨擦 德國外長貝爾伯克 其實 我們節目出街的時候 在訪問巴黎 噢 昨天他更加 受到馬克龍的接見 他的 法國同行 科龍納 預計 星期四 在柏林 和 德國 還有約旦 埃及等等的外 掌討論中東局勢 馬克龍在6月6日 都會 訪問靠近 柏林的波士坦 社工就說 這次為了 致力於共同準備 接下來的歐盟 和 國際 大使 包括 6月22日和23日 在巴黎舉行的 新全球金融 公約峰會 還有 6月29 到30日 歐洲理事會 和 丸子的江輝時刻 高光時刻 高光時刻 用普通的高光時刻 就是7月11日 立陶宛居行的北約峰會 威威 威威 考威威 考威威 但是他很理性 就說 對不起 他做的事就是這樣 很理性 相當理性 其實 澤利斯基總統應該知道 我們不能讓他快速 去北約 他很理性 跟我們說 未完這場戰事 其實是很難 被你加進的 毫人都知道 你之前說得那麼大 是呀 他要說得很大的 又說重建又說成這樣 都未完 怎麼重建 是啊 是說得很大 根據法國的說法 其實法德兩個國家政府 將會在秋天在德國再次會面 並且明確 這種政府之間的磋商形式 將會每年都重複進行 令到兩個國家之間的合作更加緊密 是嗎 記得這個 路建文 即是這個 魚蛋格 郭明仔 郭明仔 看著香港的 兩個人說 我們看著歐盟 郭明仔 也是一天很搞笑 又回去了 這麼快 是嗎 又是暖叉這樣做 說回得法 其實歷史淵源很深 我覺得 法國 總統馬克龍在中國說話 代表了很多歐洲人的心聲 這不是我所說的 是歐洲理事會會長 密雪兒 其實很多人 被政治正確夾載上戰車 你想想这个波兰选举联的时候 都是禁了乌克兰的国民在他们国家买买 不是你输硬 你想过了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多谢各位再见